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个庄子的文本 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 第一篇就是逍遥游 逍遥游的中心当然主要就是逍遥 这两个字 这个所谓的逍遥到底怎么理解呢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说法 这个词在先秦时代 其实出现的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并不是庄子这里只有庄子提到逍遥 如果大家去翻检一下的话 在诗经里边就有逍遥 正风里边就有和尚乎逍遥的意思 这个储词里边也有 储词的九哥里边就有这个逍遥系农鱼 也都有这个 其实在诗经里边 这个在储词里边 逍遥是多次出现 这个 其实不仅是一个地方了 那个黎少里边也有 这个九哥里边有 远游片里也有 其实有很多处出现这个逍遥 即使庄子这部处理 逍遥也是出现多次的 不是说只有在逍遥游这个地方 片名里面出现 大宗师 这个逍遥游当然有了 那个大宗师 天运 达森 让王等等 好些片目里边都有这个逍遥 这个逍遥 那么这逍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当然我们现在的逍遥是有一个含义的 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么原来这个意思呢 是是怎么来理解 这个陆德明 上次提到过的 这个陆德明在他的经典 诗文 庄子音译这个部分 庄子音译这个部分 他就对逍遥实际上是有一个解释 他说什么呢 他说是叫做这个 异曲闲放不拘 一事自得 一事自得 这个是陆德明经典诗 经典诗文里边 这个庄子音译里边 对逍遥的一个解释 那大概可以说逍遥是一种闲适 自得啊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或者这样一种境界 所以这个 我刚才提到这个让王篇里边 让王篇里面有逍遥这个词 他里边是说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这个当然不是 不是对逍遥的那种 字典方式的一个解释 但是 这个意思大家 我想大家可以意会 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我觉得可能是 在庄子这个书里 运用逍遥这个意思啊 可能 比较清楚地表达 这个逍遥意思的一个表述 跟我们现在的逍遥 也有比较多的这个关系 比较多的关系 逍遥这个大家可以再去 做一些考察吧 然后希望有的大家 其实以前都读过 是吧 读过不是全篇 那希望有 首先我想这个文章啊 基本上是 之前上一次我讲到这个 庄子文章的结构的时候 我讲结构不是说 要讲这个文章的结构 或者分段啊 这样的意思啊 我讲这个结构 这些结构和这个文章的 意思的展开啊 这个文章展开 文章的脉络 它意义的脉络是有关系的 它基本上是什么呢 大概是一个从预言 所谓预言开始 逐渐推展 然后得到一个中心结论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得出 推出中心结论之后呢 会有几段相关的 补充的论证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的一种结构呢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 庄子的篇幕里面 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下面我们 接着在消耗油之后 接着要讲的秋水篇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比较 庄子里面 一些比较重要的篇幕 用的一种比较典型的 这样的一种脉络结构 所以我想一开始就 来进入本文 进入本文 其实大家不用说 北冰有欲 其名为昆 昆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 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盆 盆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 也路而飞 其一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 这将喜与难鸣 难鸣者天词也 这一节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不需要做足距的解释 我想说的 这一段里面 我想说的大概有几点 首先翻开这个书 这个庄子这个书 一翻开来 就是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我们现在读起来 好像觉得 因为大家可能都熟了 这个熟视无睹 吸烟不茶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如果诸子 你们都读了 就会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我读博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 人其实是很不自由的 我对人 其实是不想有任何的约束 但是读博士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约束 因为读博士的时候 给我划定的范围是 读先情两汉文学 读先情两汉 我想先情两汉 这个文学有什么可读的 这个当然是有读了 诗经厨词都可以读 那这个 因为读博士 大家知道 还是有功利目的的 最后是要写出博士论文 拿到学位 你去研究诗经 研究厨词 我不知道这个论文该怎么写 就是 没法做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当时我的导师 他主要是做文学批评 古典文论的 或者说是美学这方面 那么这样 这个纵横两条线 一个时间段落一滑 然后一个数的段落一滑以后 我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 所以当时老师说 你想干嘛 后来我想做算了 我就把这个诸子都读一下了 诸子以前也都读过 但是读的不够仔细 所以我其实博士 我读了两年博士 两年半的博士 两年半的博士 大概大半年在写博士论文 这个两年不到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在读诸子书 那些诸子就先行 包括到汉代的那些子书 都比较仔细认真的读了一点 这个我现在还是相信 就是说如果你只读一家 你是不能完全了解这一家的 很多的这个各种各家的这个意见 其实要比照起来看才能看到 庄子这个书也是 你直接打开来 因为我们大家对庄子都有个印象 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所以一开始读到这个 北名有鱼 齐名有鱼 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但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 他非常特别的 你说其他的 没有这一家是这样讲话的 像那个老子上来 他是格言 我讲了他是格言 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句一句的 那个一上来 不管是这个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 道在前德在后的道可道非常道 还是说上德不德 他讲道德 这是非常清楚的 给你的结论 他提炼出来那个智慧 就是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 是这样的 那个《论语》你们都读过的 开篇《虚而知其之》 《不亦乐乎》 这个几句话 然后孟子 孟子一开始 孟子打开是什么 都是孟子见什么什么 孟子见梁慧王 孟子见谁 所以 所以就是说你比较起来 没有这样讲的 他一开始说的 几乎让人不知道 摸不着头脑 你要这样说 就是儒家 我会讲 儒家其实 《论语》和孟子 特别清楚的表现 就是儒家他关注的是 之前也谈到过 就是说他关注的是 人文的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 所以他见帝王也好 或者他谈论这个学识的问题也好 谈论这个 有朋自远方来也好 谈论人不知而不孕 别人不了解我 没有什么发火 不用那 不用不开心 这个 谈的人之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人和人之间的朋友也好 或者说不了解 对别人对你的不了解也好 实际上都是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面对的是现实 现实这个世界 人和人之间关系 那庄主一上来就跟你讲 北冥有鱼 北冥是跟你讲 整个这段下来 你看他就是说 用那个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有天有地 有水有陆地 然后有鱼有鸟 就是没有人 人他不出来 还没有出来 不是说他没有人 那首先是把这个给出来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 其实我甚至觉得 在某种程度上 庄主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世界 实际上是更加 更加真实的世界 是更加真实的世界 那个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个儒家 孔子或者孟子 他们所关注的那个世界 实际上是人类为中心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实际上是 当然有它的道理 实际上在某种上是有它的偏差的 道家特别是庄主 特别讲究这个所谓世界万物的这个平等 它那句话现在可能还用的 就是叫万物并育而不害 万物并育而不害 害就是那个 实际上那害是应该讲仿害 互相不仿害 如果你们去读 下面我们讲到 你读那个外篇 开始那个片母 曲切 马蹄 这几篇你就会知道 它什么叫做万物并育而不害 这个人和动物都可以做朋友 这个三川 这个自然 三川河流都保持它原初的状态 它这样的一种 广阔的一种视野 包括了天地万物自然的一种视野 实际上是要 我觉得是要比儒家更加广大的 比较广大的 而且这个里边一上来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撑得非常开的 我一直讲 这个 不是我一直说 就是说 如果要说这个人的存在 它都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一个展现 这个庄子 其实它都是把这个空间和时间 尽量的这个撑开 它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 一个视野 你从那个时间上来讲 从人 即使以人为中心的话 人的一生 那个古诗世纪书里讲 这个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有 就是百年 人生就是百年 这个 你问孔子怎么样 孔子跟你讲 未之生 焉之死 这个死后的世界 它不去太多的讨论 就像哈姆雷特讲的 死那个世界是没有人 有人去过 但没有人去了又回来过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它不讨论 但庄子是讨论的 庄子讨论 我们下面讲的养生主 我上次也提到了 养生主他就讲 不光是生 是他要讨论的 而且死他也要讨论 要讨论到死的问题 然后这个空间来讲 你一开始他看 北冥有余 其冥为坤 这个然后他一变 变成了一只大鸟棚 这个棚要到哪里去 要去南冥去 这个南北 就是我们讲南辕北辙 这下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空间 就把它撑开了 撑开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实际上 都是突破这个时间 和空间的存在 看到这个 超越我们生活的 有限的这样一个时空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值得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 那么 这是我想讲的 就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里边有一些文字 我这里先提一下 就是说读这些 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原点 读原点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体会 它原来的那个文字 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到文字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读庄主 就是说他不是读庄主 不仅读庄主 读各种各样的古典的文字 他就是去只是去读翻译 我不是说翻译之后 不能够了解那个意思 但是翻译之后 了解是怎么讲 就是说 这个话就不好讲了 太有这个知识的傲慢 就不好了 现在平平时代 但是翻译你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如果把唐诗翻成这个 怎么来读 能够理解唐诗吗 不可能的 所以读古典也这样 你不进入它那个文字世界 实际上是不行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做任何的学问都是这样的 任何学问都是这样的 以前研究生他要直升面试的时候 你们还没到这个时候 那时候直升面试的时候 滔滔不绝的 当然不是我们本校的 是外校来的 滔滔不绝的就跟我说 他要研究什么法国的某某作家 法国的某某作家 讲得头头是道 我就是说你法文懂不懂 说我不懂了 我说英文能不能读 英文勉强能读一点 我说你研究什么法国文学 你喜欢是可以的 不要研究 不要跟我讲研究 不懂法文就不要研究法国文学 不懂希腊文就不要研究古希腊 这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不懂梵文 所以我就不能研究印度的佛教 但是我可以辩护 我说我只谈中国的佛教可以吧 因为主要的文献都是中文的 我是不能谈 但你可以有那个知识 你可以有那个兴趣 但是你要真正所谓深入的体会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里边有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做一些提示的 你比如说 我特别注意的 就是特别我想讲一下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坤 北明有余其名为坤 坤是什么意思 坤是什么意思 照过去的解释 这个坤是什么 是讲是鱼子 坤是鱼子 坤是鱼子 鱼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你看庄子的本文里面讲 它讲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它用一个实际上是指称鱼子的这样一个坤 来讲 其大无比的一条鱼 特别特别大的一条鱼 这个是一个用庄主自己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庄主自己讲叫吊诡 人现在就把这个吊诡 直接翻成这个矛盾 反正庄主的话就叫吊诡 那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也有人注意过 就是明清之记的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叫方以智 方以智曾经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坤本是小鱼之名 坤原来是坤本小鱼之名 庄用大鱼之名 他说原来这个是一个小鱼的名称 他反而用作大鱼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觉得 我觉得值得是 结合庄主对于这个语言 或者说对于文字的这个看法 其实是值得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 在这里可能 如果我不是过度诠释的话 庄主在这里实际上是做了一个 是一种游戏 但这个游戏代表了他对语言 或者对某种这种旨意符号的一种看法 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名 名识之间 庄主也是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你前面看了那个惠子 提到惠子 惠子是庄主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最主要的一个论辩对手 那惠子实际上就是个名学家 他除了是个政治家之外 他也是个名学家 那么这个惠子就 他是名 什么叫名学 名学就是实际上是讨论这个名识问题的 名识问题的 那么庄主其实也是关注到这个名识问题的 所以 这个他讨论这个所谓 一用一个小鱼的名 来指这个大鱼之实 这是个什么意味呢 其实庄主就认为 像这种旨意符号 这样一种文字或一种语言 他只是这么一种 他指向这样一个方向 但他本身 他是不是有特定 一定是这个名识之间 有那个绝对的这个符合关系 其实他庄主并不是这样看的 并不是这样看的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能不能指识 语言和识之间是不是完全的契合 可以说就结合其他地方 我这里不展开 但结合庄主其他的部分 可以看 庄主对这个是有怀疑的 是有怀疑的 所以他这里实际上是玩了一个小小的游戏 庄主的奇物论里面曾经讲过两句话 他叫这个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它是什么呢 它讲这个 道行之而成 物为之而然 道行之而成 物为之而然 什么叫做道行之而成 道行之而成就是 路使人走出来的 鲁迅讲的 事实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成了路 道行之而成 路是走出来的 走 然后就有路了 物为之而然是什么 物就是物是一个实 指的一个事实 指的一个对象 你所面对的那个对象 这个东西你怎么来确定呢 赋予它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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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了 所以你说这个鱼子 大家都用它是小鱼 都是小鱼的名称 但是庄主就说 这个是大鱼 你可以讲是直路为马 但是实际上庄主就说 这个符号是 关系并不是这么大的 关系并不是这么大的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这些地方不妨可以看到 它里边这个 庄主对于这些文字符号 这些语言 它是不是确定不移的 指向了这个事物本身 是不是和事物 完全可以契合在一起 它其实不是那么的 绝对的信任 它实际上是有怀疑的 绝对上是有怀疑的 这我想提一个 还有一个值得提一下的 其实跟后边 讲到后边会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昆盆 实际上不能讲昆盆 简单讲就是盆 因为它讲清楚 鱼的那个阶段叫昆 变成大鸟 那个阶段叫盆 这个盆 它其实说了 这个盆是什么时候 海运 它什么时候飞到南方去 它讲海运 则将喜与难民 海运则将喜与难民 什么叫做海运 海运呢 一般的解释就叫 讲它是这个海洞 海洞 海洞和这个昆盆南飞 起飞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一般的解释里 就是说海洞有风 这个风就大了 你读到后边 就可以知道 是什么时候起这个风 那么差不多 后边讲这个六月 是到六月的时候 有大风 大风起来 大海波动 大海波动之后有风 有风以后 这个昆盆就要乘风而上 乘风而上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海洞也值得注意 为什么值得注意 因为你读到后面就会知道 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昆盆到底是不是代表了 庄主认为逍遥的最高境界 它是不是有所依视的 它是不是完全可以超越一切 外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外在的支持 支持的反面也就是限制 对吧 这个是两者 实际上是一体之两面 一方面给你支持 但同样另外一方面 如果没有这个字 你就做不成 所以这个对你也是一个限制 这个存不存在这样一种限制 那实际上是有的 在时空这两方面 实际上都是有的 时间实际上读到后面就知道 是六月 所谓实实在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空间 有这样一个大海 有这样一个海洞 有那样一个风 它才能飞起来 才能起飞 所以这个我想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特别注意的 这几点我想要给大家谈一下 有的时候读起来 真的就是要比较细致一些 就是为什么要发入海洞 为什么要看到所谓的 这个坤 这样子来讲 你不进入文字 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的 比如说我想这里举个例子 可能岔开来一点举个例子 举一个老子的例子 老子 我讲了 原来我想讨论老子的 但是我真的就不知道 现在该怎么讨论 就是在多少有一点学术的立场上 怎么讨论老子 其实是非常困难 我觉得 但是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老子 它里面有一个 老子这个道 我想道家都是因为讲老子这个道 庄子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道 比如说庄子 如果你们要看庄子对于道的看法 最重要的在那篇里面 大宗师有一段话 大宗师里面有一段话 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不重要 就是庄子的那个道 其实他没有 他和他讲的和老子 类似老子讲道的那些话 他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创造 庄子对于道也有另外的理解 那个重要的东西 其实跟老子并不完全一样 是专门的 你不过 是专门的